同学们好 我们常说人生最大的快乐是 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所谓洞房花竹叶就是婚姻 可见它是人生最重要者之一 那么婚姻是不是自古以来就以洞房花竹为标配呢 不是 这两节课 我们就来看中国婚姻制度的起源和变迁 本章的第一二小节中 我们将概览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婚姻形式 第三四小节中 我们将概览封建社会的婚姻形式及离婚 我们的婚姻制度并非从来如此 而是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在相对现代的一夫一妻制之前 我们还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 其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包括 原始群婚 血族婚 亚血族婚 被偶婚 一夫一妻制 这五种形式 这幅图是我们最开始的人类 大家看到了 这是群居状态 原始群婚就是这个时期的婚姻制度 是最早的婚姻制度 不明思义 群 只并非一一对应 当时蒙昧的男女相互发生性关系 没有伦常观念 妇女子母之间均可 严格说来 这算不上婚姻形式 这在很多神话古迹中都有体现 如《吕氏春秋》上就说 上古时期 知母不知父 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 无上下长幼之道 大家再看这幅图 不再是一群人 而是两个半人半舌之物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祖先 他们就是群婚后的雪族婚 群婚后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 领悟出了夫妇长幼之别 排斥了士族内部 父子被通婚的现象 只允许同辈男女 及兄妹互相婚配 有了人类第一个正式的婚姻形式 即雪族婚 也称族内婚 这种交配方式大约发生于新石器时代 至今约一万年 春秋世谱中说 华雪生男子为福西 女子为女娲 男女被称 传说福西女娲兄妹二人住在昆仑山 想接为夫妻 但又感到羞耻 于是二人登上昆仑山 想上天祷告 如果答应接成夫妻 则烟雾合在一起 否则散开 上天应允了他们的要求 二人结为夫妻 这一故事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流传 更接近于原始状态 传说福西女娲兄妹二人 为躲避洪水而躲进了葫芦 洪水后 人类灭绝 他们结为夫妻而繁衍人类 这种传说融合了古代神话 女娲补天 女娲造人的部分情节 福西和女娲既是兄妹 又是夫妻 我们再看这一张图 这是两个人亲吻的图片 是人形 说明它比半人半舌时期又有进步 这是汉代的出现的亲吻的图片 更接近于后来的婚姻关系 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 很多男性会与战争中抢来的女子发生性关系 人们逐渐发现 抢来的女子生下的孩子 要比族内女子生下的孩子更健康 他们逐渐悟出了 男女同性其身不凡的道理 并认为 血族婚将会是六世亲属绝 人们更倾向于不同士族的兄弟或姊妹匹配 而排斥同士族同辈男女的婚配 据记载陕西一带 一段时间内实行同居 一段时间内的同居对象相对固定 但是婚姻对象并不唯一 而是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制 亚血族婚和队偶婚这两种婚配形式 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五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 当时仍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 男子从女方居住 所生子女属于女方氏族 死后可以与母亲合葬 但不能与父亲合葬 队偶婚制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一直保留到近代 云南纳西族的阿祝婚 就是异性同辈男女 在或短或长时间内实行同居的伴侣 队偶婚期间 男子住在女方家 参加女方的劳动 长期固定的同居关系 为一夫一妻的个体婚打下了基础 但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 由女子为主变成了男子为主 一夫一妻制确定之时 女子开始从男方居住 所生子女属男方 由于女子从男方居住 这样女家便由原来的多一个劳动力 变成了少一个劳动力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 或者是男方拿出彩礼作为赎金 或者是男方家庭让子弟到女家 干一段时间的活 这就是古书所谓的 家贫无有聘财 以身为质 互称为坠婚或服务婚 被偶婚和坠婚 男女长期固定居住 便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度 这是父系氏族社会实行的婚制 女从夫居 所生的子女 改一父系计算世系 夫妻死后可以合葬 子女死后也可在父母中合葬 这一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千年 同学们 本节课我们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